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会去看房 什么买房团 你会跟着去 但你会在网上去买房吗 就是网上现在购物那么方便了 但是你会把房子这么大一件事情 你会放到网上去进行吗 直接上来说 这是一个有风险的一个决定 但是从阿里的有关数据就显示到说 2019年淘宝的一个看房人数 是达到了8000万 最后实际在线成交有15万套 进入到今年之后 其实这个疫情的突发 在网上围观或者实际购房的人 确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多 你这样一说 我确实觉得还蛮惊讶的 因为也会觉得网上看房 好像不是那么保险 现在也是时代在进步 大家可以在网上做任何事情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数据 在4月2日 威亚她也在淘宝的直播间里 是售卖腹地一中心的酒店式公寓 最终是有1950万人观看 售出853张权益券 那在4月15日 李湘和福利地产也是合作 来售卖昆明福利湾 G3栋的八折优惠券 观看的人数就达到了600万人 那一套102.5万元的新房 最终你猜是以多少的 这个价格卖出去的 秒杀 其实是降价非常多 秒杀价是73.8万元的 一个价格卖出了 非常合适 捡到就赚到了 对 现在说的 我其实也都想去看一看 有没有这样的直播 而且在4月24日 佟大为他也是开拨 卖恒大38套的特价房 最后也是售出了 这种优惠券 这优惠券就是99元 就能抵1万元 这样的一个购房券 是达到了6,848张 天哪 99抵1万元 这太划算了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致命人士 都加入到这一场 这个行列当中 包括什么刘涛 罗永浩 乃至是京东云寿集团的 CEO徐雷 也都加入到了 现在这一场 直播卖房的大军当中 那么这个网上看房 买房 一些消费习惯 正在逐渐形成 在年轻的消费群体当中 来加速渗透 那么沿着这个 直播卖房的路径 房地产的线上销售 是开始加速了 互联网是趋势 用互联网改造各行各业 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 全社会来逐步形成的 一个共识 但是在很多规模大 而且分散的行业里面 面对行业存在的 一些大量弊病 互联网也往往是束手无策 那么房地产 也就算当中的其中一个了 我们看到在9月16日 阿里是召开了一场发布会 百强房产企业的总裁董事长 来了60个 高管门都是西装革里 坐在台下 大佬们也是齐聚一堂 那这就意味着可能有大事要发生了 发布会上天猫就宣布 正式重立房产部门 推出天猫好房平台 阿里还将与一居达成战略合作 更是为其他这种具体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策划 天猫也会帮助其中 房地产企业开网店 打通了这种线上看房 购房的一个全链路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 房子是将成为电商平台上 众多商品库里面的其中一类 就是在那个分类里面 有一个是房子 房屋 你会真的会觉得 哇 好神奇 那么其中 它就会成为这么一个类别 你可以看到网上逃房 而房地产将会成为新型的卖家 2020年全年 全国商品房销售额是有望高达 17万亿元 那阿里要当一条眼鱼 来搅动一下这一门古老的生意 通常准备买一套房 需要如下诸多的步骤 你要根据自己的预算 先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和楼盘 然后去售楼处了解一下 具体相关的一些情况 看一看沙盘 选一下户型 再预约看一下样板房 确定了这个楼盘之后 你也需要了解售楼的政策 信贷政策 有的城市和楼盘 还有这种摇号的一个要求 你还需要在银行和售楼处之间 来回跑动 准备各种材料来进行验资 可能说到这样 有很多买过房子的朋友就知道 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头大的事情 就因为大家在买了房子之后 你什么还要线下的签约 税务 产权证的办理 还要需要你一遍一遍地去跑到 这个线下的售楼处 还有这个房地产交易中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买房是一个极其不搭 而且会弄得你身心俱疲的事情 但是因为它低贫 你不会是三天两头就买一套房 所以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是可以来忍受的 那么房地产开发商 也就没有去动力 去来改进这些事情了 因为这个钱真的是太好挣了 但是现在这个万人摇号的卖房市场 已经正式进入到了买房市场当中 那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前两个月 新房销售规模 已经是降至史上最低水平 27个重点城市当中 2月整体成交仅有240万平方米 环比降幅是高达了83% 同比下降77% 四个一线城市 也是创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 那这也是成为地产商数字化 线上化最直接的动因之一 疫情期间 房地产是快速的互联网化 那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APP 小城市 还有这种直播 全民经纪人都开始纷纷上阵了 那么在此次 这个阿里的天猫好房 则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体思路 为房地产商是定制了旗舰店 用3D-GO的技术呈现了一个仿真的 线上售楼处 把房子的窗外的景观 还有噪音光照等等 这些真实的数据都结合了进来 那么售后的诸多繁琐 也可以通过阿里的生态体系得以解决 那天猫好房 总经理就表示说 消费者买房的时候呢 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需要签很多的字 因为我们知道这合同非常多 很厚的一本 要不停地签字 可能签上这个几个小时 那互联网时代 其实未来呢 客户就可以用这种电子房本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省时 省钱省市 这是我们能够在数据上 帮到大家看到的 那做出改变的一些事情 未来的一个消费者购房的各项需求 都能够在天猫上得到解决 最多呢你只要跑一次 那换句话说啊 线上看完房之后 消费者可以当即在开发商的旗舰店 完成楼盘的检验 还起呢我们还可以这个定金认购 首付信贷网签等等 全过程都可以在网上解决了 那么对于这个房地产商来说啊 疫情期间的直播卖房是快速回笼资金的一个应急方式 而入住电商平台和其他行业一样 拥抱线上 则是有着一个更加长远的战略意义 绝不仅仅只是为了促销而已啊 实际上这个互联网平台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 房企营销将现实从做商变成到行商的转变 说的没错啊 以前网上卖房一直都有这些难题 但随着VR AR技术的普及 未来360度的全新卖房呢 其实很快可以成为一种可能性 网上买房的一些信息展示呢 会更加的全面 消费者呢有代比三家的可能性 今年整个618期间呢 阿里房产 京东房产 苏宁乐居等等 房产的电商平台 总共呢是成交约为8万单 那么天猫与一居的这一次的战略合作 就描述了一年当中最大的消费狂欢 天猫双11啊 可以想象肯定非常热闹啊 那么发布会的现场呢 百亿补贴就成为了房地产行业 双11的一个重磅预告之一 双11要准备500亿现货参与大促 而天猫也承诺三年内不赚钱 收入的百分之百补贴购房者 更长远的则在于 房地产在零售平台可以获取 与消费者直接对话 用数据来改善供给侧的能力 房地产行业人士啊认为 线上卖房呢 已经是行业的大趋所示 那今年疫情以来呢 又出现了淘宝直播卖房 现在天猫618的万套特价房 以及京东自营房产等新模式 将会给房地产行业 带来新的想象力 未来啊房产销售的 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 会是一种必然 过去你需要跑断腿 才能找到心爱的房子 以后呢会要在线上 先一步的了解 或者呢是线下体验之后 等这些电商活动 这样的一种房产节点出现 把房子呢装进你的购物车 这个啊其实也不是 什么不可能的事了 是啊 那么在这个市场 进入到存量市场之后 拓展品类 提高消费者的年人均消费金额 就是电商平台 在未来GMV的一个 增长的主要策略了 今年以来啊 这淘宝啊 天猫啊 还有阿里妈妈总裁讲 凡是出席了三个发布会 就是一个风向标 包括8月27号的 天猫家装峰会 9月10号的新品牌盛典 以及刚刚说到的 9月16号的 天猫好房战略发布会 新品牌延续了 去年天猫提出 GMV翻番目标后 新品新客新店策略 而家装和房产呢 则是疫情催化的 一个新方向 今年618 江装行业呢 也是成为了电商黑马 订单数量增长61% 业绩同比增长100% 那看到这些品牌呢 其实呢 是有达到了640个 2020财年啊 天猫家装的购买用户呢 也是超过1.8亿 其中1.3亿呢 是新增用户 确实啊 虽然说我自己 还没有体验过 这个网上看房 但是好像就是说 你没有用过的 都说不敢用 但是用过了以后 都说好 不知道大家敢不敢 把自己的房子 放进自己的购物车当中 那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